那么除了中考的相关调整,高考又做了哪些具体的调整呢?各方的反应又如何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在会上记者了解到,从2014年起,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会有所调整,将实行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组填报方式,对本科1批、2批、3批的志愿设置由原来的四所学校扩大到五所学校。 也就是说,原来考生的第一志愿只能报一个大学,如果没达到这所大学的陆续分数线,只能进入第二志愿,而明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第一志愿里可以报两个大学。 实际上就为考生在第一志愿的这种选择上多了一个机会,这样的尽最大可能那么保证考生的这种利益,不会出现那种差一点点就会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。 同时,高考填报志愿的时间和对本科1批、2批、3批的录取方式不变。 按照分数线录取时,如果考生的成绩达到了各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,就按照学生首选学校进行录取。 而涉及到第一志愿次选学校录取的相关细则,相关人士表示还在具体讨论制定中,而这种平行志愿的设置也得到了不少学生家长的认可。 一直想考一,考一可能你医学院那么多,只能换一个,考不上那个再报别的肯定要耽误了,你这么着呢就选择的余地大了。